露娜之塔再度開啟 到底用什麼隊伍可以全自動通關 大家好,我是星夜 歡迎來到每個月一次的露娜之塔搶先看 今天的影片要來帶大家看看 露娜之塔第420層的先行攻略 這個系列主要是為了讓各位能夠提前了解日版所使用的解鎮 同時也盡量挑選大部分玩家都有的角色來組隊 如果你對這方面的攻略有興趣的話 不要忘記按下訂閱並按下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部的攻略影片 好的,那我們進入主題吧 首先是420層的王 使用隊伍是最上面的這一隊 括號內所代表的意思是日和、女帝、優衣這三位角色的TP要是滿的 如果沒有滿的話會有打不完或者是被敵方打死的可能性 這個隊伍除了優衣是R14以外 其他角色都是R17或R16都可以 如果你的優衣是R11或R12的話 有可能會是必須要等到實際測過之後才能確定能不能用 再來 420層的EX關卡使用的隊伍如下 有人可能會想問說 我沒有萬華可以換成霞嗎? 很可惜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換成霞的話基本上會全部倒地 所以不能只把萬華換成霞 這邊也同樣 優衣是選用R14的優衣 R11、R12的優衣要等實測後才能確認能不能用 最後的話呢是這個420層的迴廊 後面關號內寫的滿 這個字意思是 最好就是全部的角色TP都要是滿的 那這邊的話 WAVE2當中 如果優花裡的 UB和優衣的UB沒有在對的時間開出來的話 會被對面的伊犁跟狸奶給射死 所以如果怕WAVE2會死的話呢 建議可以在WAVE2的時候 手動按一下技能 這樣的話基本上會比較能夠穩定的打破 那這隊的優衣應該RC、R12都可以 如果真的會倒的話 那再改用更高一點的優衣就好 以上呢是本次這個露娜之塔搶前看的內容 每個月的露娜之塔 我都會在前一個月就找好好的資料 當月公告推出的當天上傳影片 因此我真的非常感謝花時間到 看到這邊的各位觀眾們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下訂閱 訂閱朋友小鈴鐺 也可以隨時收到我的最新消息 我是星野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